法庫山年续17年在除夕夜举办壮中祈福 在22号凌晨时分由副总统赖清德 前总统马英九 法庫山护法总会总会长张昌邦等各界嘉宾 与法庫山方丈和尚 果徽法师 共同圆满108详法华终身 法华终身第108详 2023年法庫山的年度主题 福慧自在 修福修慧 大家平安健康 六度万行 人人身心自在 有6000位全球民众 透过网络直播跨越时空 与终身共鸣交汇 诚挚地为国家 社会及全世界人类的平安祈福 那如果我们可以像圣贤师傅所说的 我们有智慧 我们就可以身心自在 就可以没有烦恼 有慈悲就能够柔和忍辱 就能够没有敌人 那正是我们的社会 那是全世界所需要的 那就是能够福慧自在 每一年的除夕壮中 为国家 为世界祈福 不仅仅是宗教界的盛事 也是安定民心 对社会对国家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一求 俄乌战争 早日结束 能够让 乌克兰的人民 能够离开战争的 水深火热之中 二求 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让全世界的人民 可以过正常的山火 山球 印太地区 两岸能够和平稳定发展 我希望今年海峡两岸当局 都能够以对话取代对抗 以和解来消弥战争 因为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但我的血癌 我做了骨髓移植 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之后 这中间有很多好好坏坏的变化 有了病痛 有了痛苦之后 也是一个个人学习成长的机会 我不知道我未来的生命 会有多久 会有多长 可是这样的学习 我觉得是非常充实的 九年 每一年的壮中祈福 我得到了福 我得到了智慧 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 福慧自在 我也得到了自在 因为我没办法 像每一位 我说过错的地方 对待人家不礼貌的地方 我就把这一天的 这个佛动当作我 这一年来的唱为 因为有这个机会 向众生说 感恩阿弥陀佛 法苦山鼓励民众 借由每年参与这场 汉传禅佛教的 跨年圣会 壮想心中的祝福与希望 共同学习 诸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 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